大鹏索城 是明清两代中国南部的海防军事样赛 有着600多年抵御外儒的历史 涌现了刘启龙、刘黑仔等一批杰出的民族英雄 大鹏索城内有古民居、古街道 保存最完整的明清海防卫索等 被列入中国历史文化民村 和第一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大鹏索城被评为深圳八井之首 古城明居 大鹏索城有近十万平方米的明清明居建筑群 古建筑零次致笔、古色古香 其街道格局、明居风格都是明清时期遗存 其中窄街小巷石板铺就 或大厅大堂或小门小窗 据调查统计,城内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明居建筑十七座 从这些明居的特点来看 具有广府和客家两处明居的综合特点 大鹏古城的明清明居是广东省保护较完整的明居之一 近些年来,一些反映明清时代背景的 电影、电视,例如中英街、南拳王、小河弯弯等 都为此回外景拍摄 将军地位于古城南门街内 是一座清代中叶典型的四合院建筑群 是清道光年间福建水师提督 刘启隆将军的府邸 既建筑面积五百一十平方米 将军地平面布局为侧门内径 当兴建为住宅 左为后院 前有长廊 当兴建与后院有门相通 将军地保存完整 整体布局如旧 1984年 深圳市人民政府将刘启隆将军地 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我们现在呢就在大鹏所城的海房博物馆 海房博物馆有四个展厅 展厅一 远远流长 大鹏所城 北民有余 其名曰 宽化而为鸟 其名曰 展厅二 海房重镇 沿海所城 大鹏为罪 展厅三 抵御外务 建成以来 大鹏所城在明代 反抗倭寇和葡萄牙入侵 清代抗击英殖民侵略者 展厅四 鹏城英杰 为抗击外来侵略 和守卫这座海房重镇 多少英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此外 古城内还有侯王庙 天后宫 赵公祠 参将署 等一批古迹客工参观 古城周边还有教场尾沙滩 大鹏地质公园及博物馆 七娘山等景观 也是休闲度假的好聚处呢